但眼下网爆青三行正在重拍,女主还是养子,该剧真实诚意满满,重拍肯定好过换脸,看来,又一部大爆款电视剧要来了,金牌导演强强联手,质量妥妥的。 另外,青三行改编自侧侧清寒的小说三中路,原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,扑索迷离的案件和男女主细水长流的感情,让人眼前一亮,不过,小说影视化也不禁让观众担心会出现魔改问题,好在这部剧的导演各个都是大名鼎鼎,养子搭档林更新,这阵容有点意思。 要说青三行的一大亮点,肯定是女主养子的助阵,作为90后四小花旦之一的养子,号召力不是盖的,主演的亲爱的,热爱的,香蜜沉沉浸如霜都是大爆款,果然,你可以永远相信养子的演技。 又能塑造一个惊艳观众的角色,除了女主养子,青三行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男主人选,能和养子搭档,搭位与颜值都必须兼具。 网传青三行重拍后,男主人选是林更新,这消息一出,让观众感到相当满意,毕竟是九亿少女的梦,林更新可是搞笑天赋与表演实力双双拿捏的。 在《步步惊心》中,林更新饰演的十四阿哥,就俘获了大批观众的芳心,而这次在青三行中,林更新将饰演男主李舒白,原著小说中,这个角色是一位精彩绝艳,俊美无双的王爷,林更新大气的五官和正气凛然的气质,与角色适配度高,因此让网友感到期待。 总而言之,青三行作为一部S级大制作,有四位金牌导演联手操刀,剧情方面,观众大可放心,魔感问题想必不会发生。 另外,杨子助阵,热度不用担心,如果男主是林更新,也能让剧粉满意。